我們會引進更多的產品、更好的技術來服務台灣的消費者 讓他們體驗新技術帶來的便捷 YY6是一個法師但任何一位朋友、消費者 你家裡一定有一個無限的NAP 2020年是5G的年齡 但其實也是我們華盤隊伍的原因 反正我們有說華盤隊伍跟5G是這樣的關係 其實5G代表的是我們跟自由的一個空間去使用網路 而我們WiFi更多是在一個區域裡面 其實從我們1999年就是20年前 我們已經有地帶的WiFi出現 那時候我們叫WiFi1 他們認為說80.1.1NAC就能代表 對,我們的WiFi技術 大家一定會知道的時候 好像A系就比N厲害 N就比G厲害 就是比A厲害 其實他們全部都不懂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像A或C 可是大家都會知道說 iPhoneX比iPhone8好嗎 大家都會知道說 iPhone6比iPhone5 也就是說 華盛領人站不一天半天就想通了 那就改用1234 這樣子 來明明 這樣很清楚 所以說我們的WiFi6 你看 那一部最高的WiFi6 那它的速度是有道理另外 那這個到底多少 你們對我們知道嗎 這個還不到10N 那道理 我們WiFi6 有什麼用 力不厲害 到底多厲害 好 大家看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它的功能 叫做 1024QA 我們先看看這個 就是華盛項 這是我們第五代 WiFi的 它有那個 波型 WiFi是這種波窗口 然後它 每個單位能載 8 然後放到6的話 每個單位才能載10 比如說像那些 我們把衣服壓縮了一下 把心底下壓縮了 它一樣的體積 能夠承載更多的數據跟效能 就是第一個 那好 如果把我們 然後它能夠提高 比練習提高 25%的 一個效能 就是它這個速度傳載 那如果把我們剛才 把我們剛才的所有打包好的東西 跟那個形象 放到我們車子裡面 那每個車都放到一個風暴 那大家看到 那邊是有三台手機在領先 對不對 那這是我們第五代的路由器 那它怎樣傳出呢 其實我們路由器可能會很快 因為它是依次傳輸的喔 可能大家在座這麼多人 如果我通過是第五代的技術的話 我可能是一對一樣傳輸 可能是在手手裡面 感覺出來有比較慢 但是等於我到現在這麼多人 你會感覺好像有點點不上 或真的是 經常打開跟影片打不開 那是因為 它真的是忙不過來 它是依次傳輸 那我們玩法律 它是怎樣傳輸 它把我們的每個傳輸帶 都細化了 各人幾個 更細的一個通道 它同時可以傳輸 多個人的通道 那這樣的話 這邊是我同一個時間 能拆 跟我設備的 需要的通道 就是很足溫 比如說它剛剛這一點 它就能夠 高度三到四倍 這樣可以下我們 好 如果把我們看看那車 放在我們的馬路上去走 那就是這一條車會很平快 這是我們的第五大方 在技術的平板 它只有 80mhz 這個平板 那我們玩法律 是Double 是160 這個平板 有一個方車道 這塊的話 一定是一般道比較長 預備 然後 我們把所有的通道 變成是 因為我們搭載 好像變成八公斤 有一個很大大的 剛才所謂的設備 八成八 就是我們第五大部分 可以達到最高的一個 同時 上下 多二設備使用的 這樣的一個速度 A型的道程式 也又多了一倍 那總結一下 很多人家 那我們的硬的東西 這三個就是我們 AX最調的功能 沒有它的功能 叫AX 就是第六大 那 假成的話 就是 上一個 第一效能 都是四倍 承載量 的速度 多數要三倍 這個就是 可以大家更多的理解 這是我們 在台灣 推出的 手排 火焰機 這是我們的電聽貨油器 它速度是 一萬一千 然後是三公斤 兩電聽貨油器 那它的速度 目前是 可以從最快的一個 兩千 這個是我們 第五代最高的速度 人到五千四 那它人到一萬 那我們的 AX一萬一到底 硬是怎樣 首先 它當然是 國中適合 1.8 1Hz的一個 晶片 然後它的那個 Fresh跟RAM 是目前基金為止台灣 所有評伐當中 友商當中 我們這個最高的 我們是 搭載一個 2.51的一個 一個 它有一個 專門的 遊戲頻道 那這款遊戲的話 我們 獲得了台灣的認證 我們是有 開放的 Bad 2 跟Bad 3 也就是說 你買它 就可以拿兩台電聽的遊戲 因為它有四個平板 你可以按一跳 而且它可以自動選擇 當你的平板 很塞車的時候 它就會選擇這兩個平板 所以它能減少 網路電池 所以我們 搭載了 這一個 電競加速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的話 它會對你 打遊戲的時候 它會自動分別 給這個筆電或是手機 打遊戲 它會針對這些 設備的一些 封包 數據 進行優化 那它目前 我們 都跟這麼多層 主流的遊戲 進行了 優化 我們 可以 有一鍵加速的功能 就是 隊員的加速 我們還是跟 G4科技 台灣很知名的 一個網 一個網 一個放途平台 進行聯合去研發 這樣的一些功能 有家長進入功能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孩子 小朋友的 有上網內容的時間 還有我們的幫助功能 就是你可以能夠 封了這個一個網站 另外這是我們QS功能 它能對社會 跟對你的生產品 進行自由化 上面用這個展示 來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你的手機 這是我們的App的一個介面 然後呢 這上面在這邊 我可以對 對 小朋友 進行設定 我把手帶的小朋友 就把他設定 然後我們來定義成一個 小朋友 OK 然後定點幼兒模式 可以把他設定 那我們都知道 大家可以看 FB 社交網路 還有我們那些 電競的 日流性的網 把他設定出來 然後每天 我只開玩三個小時 而且還是平時玩 中文的 因為中文可能 要帶他去公園玩 這些都可以設定好 當然就是可以 每天什麼時候玩 你都可以 來希望來設置 然後快選 這就是 天天給我們的小朋友 好 就把他設定起來 這樣的話呢 你這邊的小朋友 隨時可以點他 就非常的 很智慧 做到這一點 另外就是我們 就防守 內容 還要用防護 對 設備 隔離 都可以做得到 十三方面 這樣去防護你的 家庭電腦 家庭成員 這個用網的 安全性 都做到一個保證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還有QS 剛才講的 有機加速也在這裡面 好 我們對線上加速一下 這個網路延遲檢測 是什麼用 什麼用呢 就是說 他可以去 兩部分 他可以去檢測 到底哪一部分 是有問題的 他主要可以去測試 從路由器端 到我們的電腦 或者手機端 這一段的網路 用不要延遲 這款設備 是我們的 Artis AX 50 這款型號的話 我們是 這款的話 它是Intel的一個經典 什麼叫BSS Color 那我的 設備 就會跟我的家庭的 網路的設備 Tag一下 狀狀 把它擋一下 設備 Color一下 那你的家 你的設備 可能就是Tag的藍色 那我在我走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不會說 你想 我很專注的 跟他自己的通訊 這個龍色 這個BSS Color 我們的 AX 50 加了 博物球體技術 還有 4個 高增益天線 還有 4號媒 足弧天衣 因為這個時候 網路的通訊主動權 掌握 掌握了 熱油器 他什麼時候告訴你 那你不用再吵我了 你們等一等 你們不用跟我發訊息說 你們要上網 我一個 一個幫你們打開 那你們就收免就好了 那我們這台 50 AX50 它就可以到250 每次都玩卡 還有在Office 這款是我們AXM 領先全球發布的 是在台灣率先 第一個品牌 推出我們AX 這個衛生器 有什麼 顯得過人之處呢 我們是 最先支援AX設備的 一個Mesh 的一個功能 我們這樣的一個 瓦卡 瓦卡 就把你的電腦升級 才瓦卡 你就可以上傳 放很快體驗很久 然後我們來做 比較貼心的是 我們有藍牙 還有我們的這個 新的主作 就是你騎在你的 這個主題上面 都很會一樣 衛生器是在 今年的12月份 開始開手 然後我們的瓦卡 是十月份的開手 然後我們的馬卡 是十月份的開手 現在我們一起見證 這個氣勢瓦卡的一刻